今年入冬首波寒流在礼拜六即将报道 北部低温大概是八九度 中部以北的空旷地方 甚至六七度全台几栋 而气象专家甚至预估说 北部有机会出现四度低温 那么气象局局长证明点分析了 目前虽然预估不会达到 二零一六年的霸王级寒流 但还是不能够轻忽 这一波寒流它的威力 热乎乎温泉水泡一泡暖暖身 周末将迎来入冬首波寒流 民众也提早来预寒 今年冬天冷得特别早 十二月十七号就是近十年 最早到寒流 中部以北都有机会跌到十度以下 激动入冬和负北极震荡有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冷空气路径 是这边过来 然后在顺着这个西风 往台湾这边过来 这是这一次负北极震荡的影响 冷空气路径大概是这个样子 周六方面通过越晚越冷 到周日各地气温明显下降 北部低温八到九度中部以北 局部空旷地区六到七度 下周一十九号寒流减弱 气温回升 从预报来看 这波冷空气来得强劲 1500公尺高度 负六度等温线 来到北台湾上空 温度垂直泼面 看起来冷空气厚度颇为深厚 配合强劲的北风到东北风 冷平楼南下的幅度 看起来非常大 换算平地大约是五到六度 要是碰上湿冷天气 温度恐怕还会更低 有机会重演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吗 沿头就没有那么强 那下来 我觉得再加上我们这边暖空气 其实势力还蛮强的 所以我不觉得有机会达到那一种冷度 富北极震荡持续 一路维持到明年1月 过去2016年霸王级寒流 台北出现四到五度低温 专家也预估这次 北部沿海空旷地区 可能出现四到六度低温 甚至年底前 预估还会有两波偏低温的天气形态 势必得做好保暖工作 接着邱荣庆黄玉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